今天大公開集團 有意思是美產 很多學生可以在一起做一個 我們都在推薦一個食食運動 都在三天上 見到很多學生 大家都在選一層去競技 氣氛又很好 球賽又很激活 所以是反得很好 大家見到我們最近在國際賽事務 我們的運動員,我們的精英運動員 但是陪回到精英運動員 其實很多都是自小的 就是要參加一個玩法 慢慢在當中去找到一些 例如努力、有興奮 做得好一點的同學出來 慢慢去做 所以多一些這個比賽 大家關心多一些支持 更加能夠鼓勵到 我們將來有這樣的能力 或者有這樣的天分的球員 可以早些跑步行 亦都早些 透過一些比賽 透過一些部分 透過一些大家支持 將來的成績可以做得更加好 有一天可以來表香港 可以打其他的國際比賽 我們在去年的施設報告 其實我們會推一些所謂的成績 三日籃球是其中一樣的 例如其他包括 很多人足球 有一些滑板等等 或者運動板等等 那三日籃球我們看 都是一個很適合香港 這個環境去做的一個比賽 因為香港地方比較少 很多時候打小一點 還有三個人就容易去找到 多一些的同學一起去玩 五人籃球 就變成了 起碼十個人 到現在就六個人 可以做一些比賽 所以我們覺得 很適合香港的環境 還有今天的青年人 都希望這些節奏比較快 所以我們覺得 三人籃球 很有 將來繼續發展 香港發展 拿到很成績的其中一些比賽 這次大公盃 是由大公集團去做的 主要我想它背後 都是希望透過一個運動比賽 去令到我們多一些青年學生 透過運動 去大家透過一些競技 去多一些參與 以及大家多一些溝通 互相認識 所以對培育我們青年人 一起有一個正向的思維 一起參與多一些運動比賽 其實個作用會非常大